部长,喝杯水吧,喝杯水,啊,可以吧,喝口水,来,我们请,谢谢主席,我们请部长,请讲部长。 观众员,你好。 给您的一封信,这封信呢,他在信中跟您澄清,他的孩子被辅导转学,他认为不应该被辅导转学,这个观众员也特别提出这个案例,他呢,在高一上学期呢,就被累计记一个小过,十八个警告,高一下学期又被记了二十六个警告,加起来才高一,就被记了四十, 四十三个警告,OK。 部长,您同不同意,班级可以设置班规,然后呢,据以作为惩处的依据,就是校有校规,国有国法,家有家规,校有校规,校规之外,导师还强迫学生制定班规,违反班规还给他记警告,您同不同意这种事。 呃,在班上导师可以订一些规范啊,这个规范要合乎校规的这一些作为,而不是说,他要往上去加这个很多,我觉得不一定合适。 是,这个导师规定,下课时间不能打篮球,然后呢,要求表决制定成为班规,第一次表决没通过,导师就骂大家一顿,之后第二次表决就通过了。 所以下课不可以打篮球,然后这个学生下课打篮球呢,就被记了警告。 这个不合适啦,我从刚才的这个陈述啊,我觉得不可以用投票的方式说不能打篮球。 有违反班规被记警告一次,然后呢,违反班规被记警告的呢,还有很多。 周记没有交,被记警告的次数也非常多。 同一件事情在同一天可以记两次警告,譬如说,99年11月5号,作业抽查未交警告一次,然后呢,看到没有? 下课打篮球违反班规也被记警告一次,周记持交也被记警告,作业不合格也被记警告。 还有什么追查呢?周记未交,再度被警告,周记经吹缴,人未交,又再记一次警告。 一个周记没有交,可以被记好几次警告,然后呢,成绩单回调,屡次吹缴,没有交,也被记警告。 有那种一天之内被记四次警告的。 你说这个是同一个班级吗? 同一个学生,同一个学生,同一个学生被他的导师这样做。 不好,最后的结论是辅导转学。 不好,我想第一个就是说,要他走路,这不对嘛,这个不可以用这个方式。 然后他开始陈情,陈情给台北市政府教育局,台北市教育局就说,啊,你就循学校申诉的程序,跟塑苑的程序去救助,就救济。 嗯,然后呢,再申诉给我们教育部,教育部也是说,你就循申诉跟塑苑的程序去救济。 好,这些都还跟你无关,因为那时候都还是吴清机部长的时候。 是,可是跟你有关的事情来了,妈妈写信给你了,妈妈又写信给你了。 妈妈写信给我,结果部长,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回? 你还是回说,请寻申诉跟塑苑之都去救济。 是我吗?是我,是我,是我回的吗? 对啦。 不是,我想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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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少我没有个人回这个,通常如果给我,他如果email给我,我亲自回的时候,我会知道,我没有回。 所以嘛,这是部长信箱吗? 这个是,这个是。 部长信箱,学生的妈妈写给蒋部长嘛。 OK,好。 蒋部长,您好。 好,那这样子我也,我也必须,我也必须概括承受啦,这个不是我亲自回的吗? 所以下回部长信箱,你办公室直接,直接给他盯好,好不好? 好,我也跟委员师傅我可以讲一下,其实这个案子也跟,已经用电话跟家长也已经正在联系了啦,也已经有进一步的去做联络。 来不及了啦,本席已经联系很久了啦。 好,那你知不知道现在的进度? 不是今天做的。 来,部长,你知不知道现在的进度是什么? 我不晓得。 好,现在的进度是要去打官司,怎么说呢? 你们都叫他去申诉,都叫他去诉论。 结果呢,完全没有行政指导。 完全没有。 如果今天我当部长看到这种案子,我会去学校了解一下。 一看也知道,记这种警告非常不合理耶。 制定一个班规下课不能打篮球。 他还怎样呢? 你午休躺在地上也要记警告。 好可怜,你知道吗? 午休躺在地板上休息。 好,也要记警告啦。 好。 为什么午休时间,那染头发也是记警告。 这个太慢进教室也要记警告。 好,这个处理不好。 我想我同意啦。 未来部长细枪我会。 这个学生当副班长喔。 来,这个学生当副班长喔。 然后当干部不进责也给他记警告。 部长本席告诉你。 所有人都叫他去申诉,去书院。 是。 结果呢? 他求助无门,拖很久。 自己一直处在,这个学生一直处在被退学,你怎么还来? 被退学,你怎么还来? 是。 整个歧视的环境。 一直到自动升上高二,换了老师。 是。 换了老师以后怎么样? 部长。 从换了老师以后, 他所有不及格的科目全部补及格。 是。 学期成绩全部七十分以上。 是。 然后呢,被即加奖,打扫认真加奖一次。 是。 生活竞赛,加奖两次。 担任班级干部,加奖两次。 变成好学生了。 问题出在老师,对不对? 不是出在学生,对不对? 对。 可是,可是这个学生, 从上学期被这样对待开始陈情, 到下学期还不断的被虐待, 一直陈情, 一直到升上高二变成好学生了, 都还没撤销他的辅导转学。 一直到申诉宿院。 宿院,现在宿院结果是这样啦, 部长。 宿院结果说, 辅导转学涉及受教权, 不可以, 应以撤回。 至于所有记的这些警告, 所有的这些惩处, 因为不涉及受教权, 所以不予受理, 叫他去打行政诉讼。 齁,为了这些警告, 要去打行政诉讼, 现在的进度是这样, 这是蒋部长叫他走的路啦。 蒋部长你的回函, 就是叫他去宿院, 去申诉宿院。 是这样子。 现在宿院的结果是, 宿院不成。 好。 好。 学生可以留下来, 可是所有的这些记录, 你要去打行政诉讼。 好。 你怎么办? 我谢谢这个官委员, 让我有机会能够了解这个案情。 就是说, 确实这个是有部长信箱, 部长信箱当然不是由我自己去看喔, 可是我想我会把未来的处理, 我会, 我要, 我必须要努力的。 因为既然进了部长信箱, 所有的处理, 部会议, 部会议叫法规室做统计, 每个礼拜的部会议里面统计, 部长信箱里面的分担别废。 所以我说我, 我会说我, 我也愿意进一步的检讨, 未来部长信箱的处理。 这个案子你要怎么办? 这个案子你要怎么办? 要不要, 要不要这个学生跟他的爸爸妈妈, 你知道他的爸爸妈妈, 爸爸是副教授耶。 嗯哼。 爸爸妈妈都在大学服务耶, 这爸爸妈妈多可怜啊。 我,我会。 都在大学服务的父母亲, 还没有能力去对抗这种霸凌学生的老师。 我会, 我会来进一步的了解。 我们的教育出了这样的问题。 我愿意自己亲自来看这个案例, 然后来协助处理好吗? 本席在上一次在这里, 要求说辅导转学违法以后, 我遭到老师的丈夫呛响。 嗯哼。 跟我讲说, 你这样让老师们很为难, 我们本来都支持你的, 以后不支持你了。 这是, 这是我们的教育。 我来。 学生可以, 仍然可以自动要求转学。 并不是说辅导转学违法, 学生就不能转学。 学生主动的是可以啦。 从咨询以后, 教育部做了什么事, 什么事都没做啊, 个案还是这样处理啊。 好, 我, 我再做检讨好不好。 在做检讨。 学生的妈妈, 现在要不要去行政诉讼, 你要怎么处理。 我会来协助, 避免走上行政诉讼。 连下课都不可以打篮球耶, 连下课打篮球都要被记警告耶。 所以官员,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, 我会亲自了解。 我希望不要走向行政诉讼, 我来努力好不好, 让他不走上行政诉讼, 不合理的, 这些陈述所有都不合理, 人家申诉有理的, 还有里面还有老师说话。 所有处理的过程, 我觉得。 里面这种警告都还有老师说话。 我觉得要有同理心啊, 我听到您刚刚的陈述, 我觉得如果有同理心的话, 这个其实应该这个事情, 不至于完全要走上, 诉讼的这样子来做救济了啊。 应该在之前, 应该先做处理。 太离谱了。 我愿意来做, 我亲自来了解这个案子, 一个孩子,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, 他就是士气低落, 他就是一定会有很多反抗行为, 然后就恶性循环, 老师就不断的再加重处罚, 不断的再予以处罚。 谢谢。 然后竟然投诉无门, 所有的投诉都告诉他, 你知道吗? 台北市教育局最扯了。 台北市教育局第一次给家长的回函说, 根据学校的说法, 这个事情应该诉诸公平, 因为双方各有立场, 因诉诸公平。 然后台北市教育局就把学校的说法转给家长, 说叫他去把这个事诉诸公平。 然后他就当然就跟中办陈情啊, 就跟部长陈情啊, 然后就来跟我陈情啊, 诉诸公平啊, 诉诸公平的结果就是要去打行政诉讼啦。 好,我来努力让他避免, 我也不觉得走行政诉讼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啦。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公。 我同意。 不要让孩子在这整个过程遭受到学校不当的这样的一个对待, 这其实是老师霸凌学生的案子。 在台北市。 应该要有同理心来看这个事, 我同意。 是我两个女儿的母校。 是。 台北市的国中。 好, 竟然出这样的事情。 好。 竟然出这样的事情。 好, 我, 我觉得这个, 原来的整个处理的过程,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。 我来努力。 提醒, 本期上次的例子, 这一次的例子, 有多少的孩子, 在学校的环境之下, 遭遇到这样的困境, 希望你通令所有的教育局, 你甚至于就弄一个小组。 是。 好不好。 所有的学校, 所有的教育局, 赶快就相类似的情境, 老师们辅导学生上面的困境。 是。 赶快做一个研习, 赶快做一个了解。 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。 然后这一个个案, 绝不允许说, 还要透过行政诉讼, 才可以撤销这种特何病的警告。 我来努力啦。 避免走上行政诉讼。 好。 好。